整理音乐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 我想要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kob84星小鹿中心 DMS公民行动译记录这条库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 让大家了解一些真心背后的 一些制度跟结构性的问题 这样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知道 我们对于外籍移工的讨论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大部分在过去都是谈到 是跟劳动权益 或者是包括休假等等的 这些议题是有关 可是在这些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制度性的问题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这些移工 女性的移工跟雇主之间的这种关联 特别我们在这个礼拜的 在7月11号的时候 其实有一场记者会 就是在谈这个移工 遭到雇主性侵的这个案子 当天有非常多的 包括妇女团体 包括性别的团体 包括司法团体 还有这个劳工移工的团体 也都参与了这场记者会 要来为这件事情来 好好地把它厘清 背后的一些人权的问题 以及这个法律责任 相关的这个权益的问题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来边 是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 庇护中心主任汪英达 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阿达你好 是 管老师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达我们知道 在7月11号的时候 你也去参加了那一场记者会 可以先讲一下 这场记者会到底的诉求 或者是到底你在谈什么样的事情 这场记者会的发响 原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一位正在安置的移工 我们初故姐叫她一小姐 一小姐在105年的2月间 2月12号这一天被性侵 然后她透过朋友向外求助 那我们在辗转得知之后 我们很快地跟1955来报案 然后通报这个事情 第二天当天警察把她带出 在医院验伤 然后后来第二天 我们陪她去派出所去做了笔录 之后就带回我们中心安置 那这个案子后来开始进行 进行一年多之后 在大约4月左右 检察官决定不起诉 这个案子不起诉 那我们也请律师在很快地 就做了一个在意的动作 那结果过了没有多久 在意的动作又被驳回了 被这个高检驳回了 所以我们很惊讶 一开始我们去找这个立委 接触的时候 本来就是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讨论 那后来在开会当中 我们又得知了再一位驳回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 紧接着这个事情之后发生的 那不起诉的原因 当时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理由 检察官以及 就是地检署检察官 跟高检署的检察官 他们的理由 包括好几点 我就简单地讲一讲 第一个是说 他觉得前后不一 前后不一又分两点 他说他表示说 在1955报案的时候 你这个被害人 你明明说是在客厅 为什么后来在 这个警察局 跟这个法庭里面呢 你说是在房间 那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的说明是说 其实当时报案 不是他本人报的 他的一个男性的朋友 报了一次 我们也 我自己又报了一次 这两 至少我报了这一次 我不记得我有提到 客厅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 他的这个另外一个朋友 在信息 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 先这样说了 我不确定 可是至少那不是 他当时说的 而且那只是第一个报案而已 警察官把当时一个他人 为他代为报案的这个事情 当成他自己的口供 这就有问题了 第二个所谓的前后不一是说 他当时在警察局的时候 他说 他只有提到当天 也就是105年的2月12号 当天被性侵 可是他到了法庭之中 跟警察官又说 他前面又有两次 所以他说 到底你是一次还是三次 其实这个我们觉得 也没有考量到被害人的心理 还有他 他其实他的前 信息一次两次三次事件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是 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跟律师讨论的时候 也觉得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 因为前两次的案子 前两次这个事件 他并没有真的去求助 也没有对外求助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留下来 我们本来也知道 检察官要起诉前两次的可能性比较低 可至少第三次我们是确实的 也有证据留下来 验伤单都有 结果检察官居然因为 他所谓的前后不一致 就把连第三次 我们有罪证确凿的证据的这一次 也都否认 也都不起诉 这是我们最不理解的地方 所以你们就召开这次记者会 是要把这个问题去揭露 是 他其实还讲好多个问题 包括说 他好多个问题 他当中认为 他都明显的 我认为检察官似乎是先有心证 他在不起诉当中 他说了很多被害 被告的说法 包括说 被告是说 他们承认有几次性行为发生 可是都是合议的 而且他有给他钱 然后又说 又说引述这个仲介的说法说 因为他在第一次性侵 到后面这个性侵之间 曾经陪这个被照顾者 就是阿嬷住院一阵子 然后仲介到医院看他的时候 他说 这个移工看起来很开心啊 笑笑的啊 这个他把他认为说 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 再来他说 他以前就曾经被 他在菲律宾就曾经遭受家暴 然后他在之前也有过 被猥亵的这个事情 有被性骚扰 然后猥亵 那所以他 而且之前他的其他的友人 或者是之前庇护中心的人员 也提到 他以前就有些沮丧这些反应 所以即使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心理鉴别 还有我们资商师的这个给他的证明 都说提到他这个当事人有创伤症候群 有些PDSD 这个检察官认为说 你有PDSD不见得是这次造成的啊 可能是以前的事情 还有 多数据 我再讲两点就好 再一点就是说 这个被告说啊 因为他当时 因为第三次被猩猩有血 那被告说 那其实是 被告说那其实是他的精血 然后又说这个 然后最惶有一点就是 他那几点 前面这几点 完全没有引述 我们当事人A小姐的话 很奇怪 他至少应该两面病程 他不是两面病程 他只有说被告的话 最惶有点是 他认为 这个被告 你当天为什么没有大声喊叫 去喊那个阿嬷下来求救呢 然后你为什么 而且他是 他当时其实被他 被这个被告压制在身上 强迫口交 警察官质疑说 你为什么没有去咬他下题呢 这两点都很荒唐 第一点阿嬷其实是 半聋哑 其实他其实 而且就算没有半聋哑 他也是这个 行动不便的 年纪很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检察官认为说 一个移工 他可以准确地要求 他照顾的这个阿嬷 可以来救他 阻止他儿子来受刑 再来 任何一个有尝试的人 都可以理解 当时你如果是被一个 性侵者压制在身体之下 这种状况的话 你如果对他采取 咬他下题这样的反抗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你可能会被他痛打 甚至被他杀害 我不知道为什么检察官 会认为被害人 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反抗 就是表示合意 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情 这件事情听起来 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在所谓的 当然检察官能不能起诉 是在所谓的法律的罪证到底足不足吗 那这个罪证足不足 我不清楚 那也许从你们角度来讲 那是足够的 可是第二个 从你刚刚谈到的这些描述里面 其实我觉得蛮好玩 或者蛮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于 对于所谓的性侵的 那个所谓的 在那个空间里面 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的一种 一种理解 或甚至它是一种误解 例如说刚刚谈到说 为什么不咬下题 为什么不求救 可是从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好像这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一个普遍的推演 因为每一个情境 或是那个紧急状况 听起来 或是它实际上 应该是不太相同的吧 是是 一定是这样子 我们觉得这个检察官 其实跟他的生理性比无关 事实上这个 做出不起诉判击 就是检察官 是还是女性 其实跟本身身理性比无关 我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种 对一个性别盲 种族盲 阶级盲 他没有真的去体会到 一个外籍移工 一个女性 又是一个东南亚的国籍的人 在一个雇主家里 他是有多重的 不利的一个状况 一个地位的 他其实不太能够到处呼救 他也不会国语 这检察官认为 他可以 他没有被锁在房中 而且可以自由使用手机 就一定可以呼救 这个是一个很 想呆然耳的一个想法 一个推论 他并没有在他当时的 这个情境之下 做一个考量 他也不 而且我们律师提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权势性侵 权势性交 可是检察官完全没有 往这个方向去问 他最态才一直强调说 你怎么没有反抗的这个动作 那显然就是对于这个 被性侵者的这个当下处境 不理解而造成了一个 不过分的要求 你刚刚谈到这个案子 其实背后 它会是一个权势性侵的问题 这个权势性侵 它背后也提到 你也提到了一个部分 就是它可能跟阶级 跟性别 或是跟种族 都有一些很大的关联性 这个部分 我们也许可以再针对 待会我们再针对自己的部分 来去谈 在移工实际的工作的处境 它不是单纯的 只有在 信心这件事情上面 在相关的劳动权益 这几个环节恐怕也都是 环环相扣的 可是回到一个 这个事实上面的 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在那些记者会里面 其实立新 他有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 2014年到2015年之间 全国妨碍性质处的案件 起诉率是 43.95 那其中移工 遭到性别暴力案件的 起诉率 其实只有 13.3 那金卫龙执行长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这个起诉率是很低的 那从你自己在接触 长期接触 这有关于 这移工权益的 这些所谓的庇护也好 或是相关权益的 你这样一个工作经验 你怎么去看 这种所谓起诉率 这么低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真的没有发生吗 还是说 其实它有更多 更复杂的因素 是 我觉得这个有 性别因素 也有国族因素 先总的来看 其实我们从这个 例行以及其他的学者 提出的数据 我们知道 其实连对国人来讲 这个性侵 特别是熟视人的性侵 它的起诉率 本来就较低 可是很明显的 从例行的数字 也看出来 在国人跟外籍人士比起来 跟东南亚移工比起来 东南亚移工 他的被性侵的起诉率 更低 所以很显然 它是有被 更被一个特别待遇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真的是 没有发生呢 真的那么少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发现 其实移工里面 很多人是不太敢 去主动立刻求助的 这有很多的原因 移工求助的管道 一般来讲就是一个 劳动部提供的一个专线 1955的电话 可是很多的移工 他不是那么敢 直接去打 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 打了会怎么样 虽然说政府单位 有相关的资料 有一些外语的宣传品 可是很多移工会怕 我打了之后 有没有用 我打了之后 劳工局会不会来救我 还是我打了之后 仲介会不会来骂我一顿 甚至把我威胁 要把我送回国 这些事情都不是供需来风 都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移工朋友们 他们也常常听到 其他朋友 他们同乡 听到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他们自己都曾经打过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1955有三种服务 翻译 咨询 以及劳之争议的这个派案 移工朋友根本不知道 而且连我们国人 其实也不知道 这三种工作的区分值 我是在网站上查才知道的 一般移工朋友 他们打了1955 他们就以为我就是打到COA 我就打劳动部了 他不知道有 先讲 这个翻译 当然 移工朋友可能比较不会打到 去求助翻译 他不知道有咨询跟派案的差别 移工朋友们他问问题的时候 他常常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或者他朋友的问题 所以如果接话人员 他不够敏感 他把这个问题 只当成一个问题 那真的就回答完就没有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造成移工常常会抱怨 为什么打了1955却没有用 没有反应的一个原因 他们以为问了问题 就可以有了解决 可是在1955那边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把问问题 就当成只是咨询案件 那移工朋友一定要自己坚持说 我要请你给我派一个案子 我要请你 我想要换雇主之类的话 这个1955才会帮他派案 而且有时候1955有些 有时候有一些误导 有时候有一些以而传而 甚至有试图吃案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去年初 我们接到性侵案件 一个菲律宾的看护工在家庭 常常被男裤主吃豆腐 有一次最严重 他在他在桌边 他在他的居住的这个corner 这个角落 把他的白头发 这个男裤主突然出现 就借故说 我要来看看 结果就靠近他 然后洗胸 用双手摸他的胸部 他就吓了一跳 他当晚打了1955 1955这个接话人员 居然跟他讲说 他说应该跟他说 你这是overreact 你这个过度反应了 他说你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friendly touch 是一个 医学物的人员跟他讲 说这个是友善的接触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过了一两个月 他再认识我们 我们才帮他拍案 后来我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打了1955 跟他们的督导反应 我说这一天 这某天 这个电话曾经打过来 你们的这个计划人员 这样跟他讲 是不是请你们查一下 这个应该要改善 结果他们马上跟我讲说 没有这通电话 可是这个当事人的手机上 明明就有这通去电 有八分多钟 我去把这个截图 发来问给劳动部 劳动部查了之后 回文跟我说 对不起 上次我们那个 那个都导大查的时候 第一次查错了 确实有这通来电 可是经过我们听过电话录音 没有那段话 那我怎么追下去呢 我又不能 他不见了会把录音给我听 你也没有权利 对 我也没权利 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我只是做一个例子 我不认为1955 都是这么糟糕 1955也确实帮了很多移工 有些事情真的是有些离谱 所以再推回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去紧急对外求助 那更不要说司法了 一公知道的只有1955 就是劳动部这个体系 他并不知道司法 可以给他什么样的支援 那包括说司法 可能有没有翻译的服务 这他就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对这些位置 他都会恐慌 而且他们都会猜想 也会理解说 万一为了这个案子 我要跑很久 等很久 中间或者是 或者是在中间这边住很久 我没有办法赚钱 我没有办法 这个持续供应 我加一个经济所需 这对他们来说 是很大的压力 虽然他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 内部的一个所谓的权力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权势的这个 所谓的造成某种的恐慌 或是害怕 在你的说法里面 是包括整个制度上面 恐怕都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制度有两部分 一个是到底这个制度存不存在 第一个是这个制度 到底知不知道 以及有没有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不再回国 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制度的角度来去看 以及文化的角度来去看 台湾的移工 这外籍的移工在台湾 它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载报新闻 7月19日台南铁路东夷地下化 举办第二次公庭会 遭到民团反南铁东夷自救会 动员抗议 他们高举布条撒名纸 抗议程序违法 民众质疑 政府虽然在5月举办第一次公庭会 但许多地主没有接到通知 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列入会议记录 自救会坚持 公庭会应该马上停止 铁工局则强调 部分意见会以书面回应 而举办公庭会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畅所欲言 双方坚持不下 没有矫急 冲突一触即发 甚至还有市议员冲进会场翻桌 场面混乱 抗议民众和现场警力发生推挤 随后遭到强制嫁出 继续在场外抗议 而警方也堵在门口阻挡民众进出 在抗议声中继续进行公庭会 大学指考成绩公布 学校该怎么选 22日范教育商品化联盟 就选在大学博览会的会场外 公布学店经营大学排行 提醒准大学生要好好选学校 联盟指出台湾许多学校都有 身师比值过高 学生宿舍不足 以及删减开课时数等问题 与其大先进国家相比 相差甚远 他们呼吁这些学校在想要招生自由化 学费松绑以前 应该先看看自己能不能跟上国际脚步 联盟针对全台75所公私立大学进行评比 前10名的学校公私立各半 世新大学 淡江大学 以及金门大学位居前三名 被点名学店榜首的世新大学则强调 校内所有的系所 学院 包括学成在内 声师比都符合规定 一例一休上入半年 争议不断 有民进党立委已经提出修法版本 而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也要求劳动部 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开议以前 召开公厅会 第一场公厅会于17日下午举行 厂内劳资双方各持己见 厂外则有劳工团体呼喊口号 质疑一例一休才刚进入劳减期 政府就要为资方再修法 劳方代表表示 台湾劳工工时是全世界第四高 不应该再继续放宽雇主的弹性 增加劳工工时 当初劳工用砍七天假换一例一休 资方一年已经可以省下630亿的 国定假日加班费 因此坚决反对再修法 否则将发动大规模抗争 资方代表认为 在国际竞争力降低下 若过多的限制 劳工连加薪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对此 劳动部长林美朱重申 召开工厅会 只是为了听听各界的意见 现在还没有修法的打算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惠科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在刚刚的大元载爆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南铁的工厅会 南铁工厅会其实 在我们看到影片里面 发生的非常激烈的一些冲突 甚至有些当地的居民 也被阻挡在外 过去我们一直也关切南铁的问题 我们一直觉得开发建设 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在开发建设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更多的公民讨论 或者是除了专家跟官僚 这样一个复合体 所提出的这些策略 这个所谓的新建的 这种所谓的施作的方法之外 民间所提出来的建议 或是一些意见想法 是不是能够共存共同的讨论 恐怕也是一个民主社会 里面必须要去关切的一个议题 那特别是当当事人 要去表达意见的时候 就先设定 他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冲突 而不让他在里头发言 我想这都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必须一定发展的一个好的状态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谈 在上一段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就是有关于台湾的移工 在工作的时候 或是在他的 跟住在家里面 特别是一些在家庭看务工 他经常会面临到一些雇主的一些骚扰 甚至造成性侵的现象 在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 长期关注移工权益的汪英达 阿达你好 是 关老师好 大家好 那我们在上一段前面当中有提到说 其实你特别刚刚谈到这个 打电话到这个1955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某种 我们听起来非常荒谬的这种状况 那可是这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台湾相关的这体制当中 包括特别是对移工权益的这种 所谓的保障的这种体制当中 到底足不足 有一部分是可能是来自于这个 承办能源的一些心态或是文化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制度 到底够不够 就你自己的观察 例如说我们先从最前端的开始讲 就是其实移工到台湾来之前 他不是应该就会知道 台湾到底有哪些 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或是救济的管道吗 那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还会再发生 刚刚谈到类似的问题 据我所知 大部分移工来之前 仲介跟他提供资讯率是很有限的 甚至仲介跟他 每个移工来台之前 都会被要求签很多种的文件 包括一定有两个 一个工作契约 还有这个工资切结书 以及一大堆的文件 还有包括他的贷款文件等等的 多半他们都没有时间去细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仲介其实很少会跟他们讲 什么关于权益的事情 是有一个简单的训练课程 可是那些都是为了要应付 他们政府或台湾政府的要求 所去完成的 他们对于这个里面 对于来台之后的一些 权益的解释跟说明 都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他们可能 我不确定里面有没有讲到1955 可是就算知道 其实也是非常少的 据我所知 劳动部现在在入国 就是机场设了一个口 每个移工进来之后 会先拿到一个文宣 然后到他机场的 有一个教室跟他上课 可是据我所知呢 仲介在之后 我就会把他们接走 那很多的仲介公司 就会把刚才劳动部 所发的文宣 通通收走 为什么 但是不希望让他们知道 不希望让他们 特别是如果是集体一起带 一起来 一起带走的时候 仲介就会把这些 劳动部的文宣品 通通拿走了 所以很多移工 可能在入国的时候 拿到一下 看了一下 他如果有信 他可能拍了一下 他知道一点点东西 可是之后他就不知道了 他就手上没有东西可以看 而且大部分的移工 其实手上面有护照拘留证 没有契约 没有任何文件 很多文件都缺乏 他对于台湾的整个体系 了解都很少 他可能知道1955 可是他就知道有一个1955 其他的他知道非常非常有限 他我们政府没有真的让移工 有效的能够得到相关的讯息 因为很多移工 比如说特别以家户工为例 劳动部自己的统计都有说了 超过六成的家户工 是没有休假的 全年无休的 剩下可能是一年 一个月一休 一个月两休 或者是少数可能有每周一休 所以很多人 很多的看户工 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 他哪里去拿到资讯 那就算周日能够出来一下 其实大部分的官署也都关了 他也不会有机会去碰到 所以他们对于官方的 这些协助的资源 知道是有限的 像我们这些NGO劳工团体 外移工团体 我们在脸书上有些社团 有些粉丝群 他们或者我知道我们的个人 他们会跟我们接触来求助 其实我们接到案子 多半是从网路来跟我们 或者电话跟我们求救的 我们在协助他们 去跟1955来申诉 他们自己跟1955的申诉的 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而且他们会很抗拒 也很恐惧 反而是透过网路 跟他们申诉的比例是比较高 显然他们对你们的信任 比胜过对于国会官方的信任 我不想这样讲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在当他们跟官方去接触之后 其实刚刚谈到了 假设以性性的案件 他就必须要进入到司法体系 可是在司法体系里面 刚刚提到有包括 遇到了不实质的法律的问题 他可能遇到所谓的阶级 种族 性别 甚至所谓的里头的牢固关系 等等的 非常优微的 但是是一个复杂的权力的关系 在实际的你所接触到的 这些个案当中 类似的例子有吗 就是说 当他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想要做法律去求助 可是其实 这个可能处理得 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偏见 或者是说 他可能害怕了某种权力 他不敢去伸张 所以使得他的权力 继续的受到这些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就先针对看护工 看护工因为在家里 他的环境跟外界封闭 而且多数看护工不太有固定休假 即使有休假 我们知道 即使有休假 他往往只有几个小时而已 他不是一天 甚至不是24小时 甚至往往不到12小时 他会被要求上午出去 甚至中午做完饭才出去 下午某个时间之前再回去 所以他可能就是大概半天左右的时间 能够出去透透气而已 所以他多半时间被局限在家里 那又因为台湾的居住空间 以及给移工空间的习惯 多数移工其实不太有自己的房间 他可能跟被照顾者住在同一个房间 有时候甚至跟被照顾者睡在同一个床上 可能有最多是个行军床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么狭窄的空间 这么没有确拔隐私的情况之下 被雇主或者是被照顾人 性骚扰性侵或者是殴打的几率都很高 我们接过非常多的看护的移工 都是有类似的案件 有被殴打的 有被性侵 有被性骚扰的 当然殴打跟性侵非常严重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建议他要提告 多数人 多数人我们这个协助的移工也会提告 可是对于性骚扰的部分呢 很多移工其实他们不太会真的要提告 他们多半就是 其实多数的移工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会第一个时间是跟仲介反应 跟仲介要求拜托 请仲介去来讲一讲 或者是帮他转换雇主 仲介当然有好有坏 有的好的会协助他转换 有的比较不好的或者是当时没有那么快的能找到下一个工作的 就会请他先等 那甚至有些比较恶劣的仲介会跟他讲会对他们威胁 说你再跟我乱讲我就把你送回去 这种这种仲介这种恐吓我们常常听到 那所以其实移工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充满恐惧 一方面他可能又惧怕来自雇主家中更多的骚扰或伤害 一方面他又怕跟仲介反应之后仲介会对他有不利的措施 所以他们在里面是非常辛苦压力非常大的 那这种再加上移工在看护在家中 他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刚刚只讲这个伤害或者侵害的部分 在看护工在家里其实最大最大比例的问题是许可外工作 其实严格来讲看护工做的工作只是照顾这个被照顾者 他的生活起居 我帮他洗澡帮他清洁他的房间 这是OK的 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台湾雇主都习惯了 要求他 照顾小孩啊买菜啊等等 全家的工作 就是我们习惯把帮佣跟看护工混用 除了老人之外 我全家的衣服要你洗 全家的饭要你煮 全家的每一个地方要你擦洗 要你每天打扫 如果是我们可以想象啊 这种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传统上家庭主妇需要做的工作 本来就很累了 我们可能妈妈或太太本来就很累了 现在是把这工作全部转嫁到一个外籍移工身上 然后而且常常还有其他的 有时候是整栋房子 一天透天处三楼四楼都是要他这样每天每天擦洗 有的时候家庭成员有几个不同的房子 也要他按时间擦洗 家里有车要他洗 家里有小吃店要他去雇 家里有工厂要他每天白天当厂工 晚上回来当看护工 然后家里有田 也要他白天去每天去墾田 去做农事 这个在台湾非常普遍 根本是心道不宣 大家都知道工人的事实 他们有这么大的劳务的需求 这么大的工作的时间 然后又极度缺少休假 而且休息时间又极度的稀微 他们很少有能够有足够的长的不被打咬的睡眠时间 因为白天这么多的家务他不能睡 晚上要照顾老人老人常常要起身 所以他们造成他们长期都身心负荷非常大 我听到太多的看护工一大堆身体问题 腰酸背痛 头痛 失眠 这些问题都很常见 来的时候很多都瘦得非常的瘦 然后这个身体上看得很差 面黄肌瘦 然后脸上都找满痘痘 之后就慢慢就 就会回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看护工 他的背景就是一个 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然后如果在某一些的家里 他又加上可能有肢体的殴打 有性侵甚至性骚扰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额外的恐怖的负担 这当然是因为不讲是不是有自己劳务的部分 你光是跟一个陌生人住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个的摩擦恐怕都是会非常非常的频繁跟复杂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是谈到在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 可是在文化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相对实在是比较难处理的 一方面必须雇主有这样一个认知 另外一部分他可能得要有这些体谅 可是在法律上面 如果遇到这些所谓的侵害的问题 不管是刚刚谈到性骚扰信心 或是被暴力殴打的状况底下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求助的管道有限 或是这个求助管道 即使你去求助了别人可能未必会把你当做一回事 这样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是吗 其实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现有的管道先畅通 而且我们希望至少第一个 我们对于现有的警察人员跟司法人员应要加强人权的教育 我相信劳工局相对好一点点 可是在警察跟司法机构部分 我觉得他们对于移工法令 移工相关的规定 跟人权的这个相关的观念 坦白讲有提升的空间 有些案子 一些紧急案件或被打或被性骚扰 我们跟1955通报 请他报警 请警方到现场去 警方因为缺乏语言能力 他只能听雇主一面之词 有时候到现场听一听 他就听听说 没事啊 他可能跟雇主问说 这个外劳说被你打 有打吗 当然说没有 没有 再雇主变先问问外劳 你有没有被打 没有 好没事走了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报案的程序都没有完成 对 所以我们还常常必须再打回派出所 跟他argue 说拜托我都跟你报了案 前面有了这些事情发生了 你去了一趟又走 你是把他置于险境 他在发生什么事是你的责任 这样我要检举你 我常常讲到这样子 警察才会办不情愿的 跑到现场再把他带回来 这个是蛮夸张的状况 我希望 我知道所有警察都很压力都很大 他们觉得这是不差的工作 可是他们应该这个教育要提升一点 已经我跟你报案了 你应该先把他带回来 事实真相也可以再调查没关系 至少当时把他带回来 不要让他再迫于险境当中 那司法人员也是 我刚刚提到警察官很多的 这个先入鬼为主的刻板印象跟偏见 事实上这个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如果这些出现 这些都是可以先扫掉 让他至少人权观念能够好一点 对于移工的理解可以好一点 事实上我觉得至少在现有的法令制度下 是可以做到一些保障的 不过这个问题也十几二十年了 就是十几二十年前恐怕的问题跟现在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例如说刚刚谈到在一个现场上面 是不是有通议的人员 那这涉及到整体国家资源的配置 或者是刚刚谈到教育训练的问题 这十几年来难道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吗 这个政府难道没有在这个部分 做得比以前更好吗 我接触移工大概十八年到将近二十年 这个一段期间 我觉得有一个长途的进步 就是有1955这个申诉管道 在二十年前是连这个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要给政府 这多年来有一个称赞 可是这么多年来才这一个小小 还有一些啦 比如说转换的时间 稍微有一个时间性 政府现在准许 如果他一旦准许转换 可以有60天的一个转换期间 这都是好 这是正向发展 而且年限渐渐拉长 可是还是有一个限制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部分 我觉得有很长途的改善空间 刚刚讲的这个基层人员的 对于执法观点改善 还有这个对于特别家户移工的保障 仍然是非常不足的 我们都知道 其实曝光出来这些性侵案件 只是冰山一角 只是冰山一角 有一些案件可能被仲介 就私下压下去了 有些案件可能私下接受雇主和解 也就没有正式扶上台面了 有些可能就自己隐忍 就辞掉回国去了 或者是有些可能自己跑掉了 这些都没有被曝出来 真的如果这些案件通通被统计下来 我觉得那个数字可能会更惊人 政府应该有更长远的一个制度 现在新北市 对我所知 新北市有一个好一个尝试 它会希望对于不同情形的 曾经被申诉的雇主 做一个电话的 跟他的这个移工 做电话的定期的访试 如果访试不到 比如说一个高风险群的 曾经有性侵或性骚扰的通报的 我们就一个月打一个电话问问移工有没有任何状况 如果打不到移工 我当场我就立刻派劳工局人员到现场查查 这个可以对雇主有个警觉 如果一年之后没有任何事情 才降低级数或者是这个撤销列管 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做法 那可是政府 我觉得政府应该中央方面要有更多的 这样的设想 不过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长期 因为这台湾的政府事实上在很多的部分 进步是非常非常慢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今天就刚好有一个移工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形 它现在可以怎么办 采集证据 采销任何可能的证据 这个一般来看什么样的案件 如果被打 不管是被打被性骚扰或者被性侵 尽量采集证据 用手机用相片 照相或录音或者录影的方式 尽量照下来 如果真的不幸被性侵 当然他能跑就跑 如果真的不能跑 那当场也只能委屈求全 先求生存 那之后不要立刻洗澡 把证据留下来 之后立刻求救 立刻呼救 我们的官方 我们的官方跟我们的法院系统 都很重视 有没有立即求助这个事情 或者你打1955 或者你打电话报警 或者是你跟朋友求助 而且这些讯息千万不要删除 在手机里面都要留下来 这都会成为日后很有效的证据 那之后 如果真有不幸事情发生 我们之后再立刻 求助于我们相关管道 或者找我们像 我们像NGO团体来 帮他求助 把他讨回法律上的公道 这当然是一个立即 可能假设万一发生的事情 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那如果这个发生 也不是只有这个方法 而是刚刚谈到更长远的制度 他必须要去解决 必须要去这样改善的部分 今天非常谢谢阿达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够再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工作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